东道主的贿赂与黑幕,为了胜利,到底可以有多不择手段,雅加达亚运会进行中,在中国建儿们取得佳绩的同时,却有不止一个项目,被爆出黑幕,强行判罚中国犯规,无视中国选手常规请求,仿佛全世界,都在阻止中国夺冠,亚运会中的滑翔散项目,中国选手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,但却因为黑幕,痛失金牌, 华翔散项目因为影响成绩因素太多,所以华翔散规则十分特别,按照规则,选手从起飞到降落在空中,没有转弯等任何动作,因为风向等众多因素飞不到降落点场,选手可以申请复飞,但是,中国选手龙敬文申请复飞时,却遭到了裁判组的拒绝,裁判组解释说,规则里没有这一条, 龙敬文是华翔散项目强有力的冠军竞争者,因规则的改变,一个有力的冠军竞争者,最终只取得了第七名的成绩,甚至无缘奖牌,可是,同样是华翔散项目,东道主印尼南运动员之前比赛时,有一轮摔倒了,按照规则,应该按最大分计算成绩,但是,他们申请复飞时,印尼台判却允许了, 同样的情况,却是完全不同的待遇,印尼选手最终成功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,一句话概括黑幕,只许周关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,更新奇的黑幕,还发生在本届亚运会的跆拳道项目,跆拳道项目虽然取得了金牌, 但是金牌得主洛宗师却说道,他们根本不想中国获得冠军,跆拳道是个十分有趣的项目,因为跆拳道比赛的胜负,几乎完全由裁判决定,虽然选手的护具上是有着感应器的,但最终是否得分,还是有赖于裁判的判决,更有趣的是,规格虽然规定了在比赛中,如果一方采用搂抱,推拉对手, 就有可能被认定是消极逃避比赛,会被判罚警告或扣分,但在实战当中,格斗的双方在贴身时,为了防御格分部分,互相拉扯推格都十分常见,这样的情况下,如何认定这些动作是否消极,又是谁消极,完全依赖于裁判的经验, 在跆拳道决赛中,身高182厘米的洛宗施,比韩国选手李亚林要高出了10厘米,身高腿长的洛宗施,自然是选择拉开距离,用腿攻击对方,以获取更多分数,在某一个回合当中,洛宗施为了扳回劣势,主动发起进攻, 但就在这时,身高更矮的李亚林冲了上来,争取缩短距离,贴到洛宗施怀中,为了让对手不得分,洛宗施只得用手隔开对方,但就在这时,裁判居然叛罚洛宗施消极比赛,在场上主动进攻抢分,居然被认定消极比赛,实在让人匪夷所思, 抬拳道,是韩国传统优势项目,正如乒乓球项目,对于中国的异议一般,这枚金牌,对于韩国实在太重要,但这并不是裁判进行如此判罚的理由,赛后,洛宗施直言不会道,我觉得吧,他们裁判根本不想我们中国拿金牌,所以我们怎么样都会判,他们怎么发挥都不判, 面对赛会头号种子,韩国选手李亚林、洛宗施在实力和判罚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,展现了惊人的韧劲,台拳道比赛之所以能够入傲,靠得完全是三星等韩国企业大把撒钱进行的造势推广, 而早在2002年,一位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的韩国官员,就曾经在韩国媒体杂志当中透露说,他曾间姐弟影响了裁判,目的是帮助韩国队员,这一消息,也得到了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副主席郑宇利的确认,他承认操纵了裁判员的调配, 但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帮助比赛,在2014年的平昌冬奥会上,韩国队也被爆出了操纵比赛的黑幕,同样的比赛,却运用了不同的比赛尺度,双标现象,触目惊心,短道素华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,在全世界的注目下,裁判竟然无视韩国队交接棒不清楚,以及半岛加拿大运动员的犯规行为, 并且在不给任何说明的情况下,判中国队犯规,取消了中国队银牌,但慢镜头显示,如果中国队被判犯规,按照这个尺度,韩国队也要被判犯规,但事实上,只有中国队和加拿大队被取消成绩,而韩国队获得冠军,更气人的是,中国队主教练李远,去找裁判组交涉的时候,裁判掉头就走,扯也扯不住, 被傲慢对待,连基本礼貌也没有,操纵比赛黑幕,近在眼前,韩国对于比赛的黑暗操纵,其实早有先例,肮脏的比赛,粗野的动作,一切都可以追溯到, 2002年韩日世界杯,史上最黑世界杯,裁判,简直是韩国队的第12名队员,八分之一决赛中,主裁判先是吹罚给韩国队一力点球,加实赛中又将遭受犯规的托底罚出场外,意大利对少打一人的情况下,再次取得进球,可是,托马西的单刀进球又被误判为无效, 拥有黄金阵容,无限夺冠可能的意大利,最终一到二也很出局,意大利人的懦吼与无奈,在裁判冷漠的眼神中化为乌有,韩国对意大利各种粗野动作,在顺利黑掉意大利后,韩国开始更加肆无忌惮,在四分之一决赛中,西班牙队被黑掉了整整四力进球, 主裁先后吹罚西班牙队两力进球无效,金太硬的乌龙球被误判为有西班牙球员犯规,而华金助攻莫伦特斯绝杀,又被误判华金带球出了底线,最终点球大战中,韩国对神奇晋级,那一年西班牙的队斧,是令人心碎的血红色, 多年后,国际足联副主席韩国任正梦准公开承认,为了在韩日世界杯上让韩国获胜,他贿赂了裁判,面对铁一般的事实,幕后操盘人也不得不承认了,然而,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? 竞技体育的世界中,冠军,只是对努力的鼓励,追求的是自身的不断进化,水平的不断提高,韩国,印尼等国家如此行径,实在是让人不迟,你还记得哪些黑幕呢?